请观赏赋陪梅时间 先生您好 今天要给您做的是牛肉的菜 那么请到的还是上个礼拜的林昌成林师傅 这个他要做的这个菜呢是一个牛肉卷 用紫苏来做的卷在里头的 这个紫苏牛肉卷 那么紫苏呢是属于中国药材的一种 在这个青草店里头可以买得到 它是能够截毒也能够去腥的一种这个药草 那么在这个菜里面呢用还是今天是第一次 不过呢紫苏在日本用的非常的普遍 很多这个苏西里面也有 或者是烟酱瓜之类的他们也常用 那么另外呢我要给各位介绍的是属于北方口味的 北方的做法的锅他的牛里脊 这两道菜呢我相信都不是很难做 待会儿您看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在家里呢试试了 好广告之后我们见 好现场这个林师傅又到这里来了 那么他现在要给您示范这个紫苏牛肉卷的做法 林师傅你好 副老师好 各位观众好 各位好 好你现在开始做这个牛肉卷吧 以前我做过牛肉卷 但是呢不是用紫苏你这个紫苏等一下是卷在里面 要调拌里面对 那一定是味道很特别 好那个牛肉呢你买的这个牛肉是 这个是那个外籍肉 对外籍肉就是说用非力最好 用非力最好 好那要切多大呢 切成这个宽片 长的宽片 好长的宽片 是是是 好好那么您就开始切 切我们今天因为这个不必要做很多 所以您我想切三片 是 做三卷就好了好不好 好 好我们现在先来先切这个牛肉卷 好 牛肉片 这个牛肉片要很厚吗 普通 普通厚 比一般的那个牛肉片要厚一点点 比一般的这个炒牛肉的时候的片要厚一点点 那么这个片是越大越好卷 是是 好那么这个 好然后呢这个东西要腌是不是 要腌我们要这样加上蛋白 蛋白蛋白里面也调上味道 调上味道 调上一点盐 这里面有半个蛋白 半个蛋白对 好加上少许的盐 少许的盐味精 少许的味精 还有酒 再加一点酒 太白粉 放一点太白粉 用这个把那个牛肉片呢给它腌一下 是 好的那么您就用手抓一抓 然后把牛肉片放下去就好了 是 那么这个一定要调得均匀一点 因为这个太白粉是干的 所以要跟这个蛋白要给它调匀 所以一定要用手指头这样子来拌 是 拌了以后呢把这个牛肉片放进去 腌一下 腌一下 来回的这个都给它这个泡在里头 泡在里头 好 那么里面卷的材料 你现在就先准备好不好 是是是 我们里面有紫苏 有洋葱 有洋葱 有紫苏有洋葱 好还有金饵 金箍 金箍 还有这个麻菇 蘑菇 蘑菇 好 这个每样东西都要切丝是不是 是先切成丝 好 是 洋葱丝 然后呢再切这个金箍 金箍 是 就切成短短的就好了 是 是 这个底巴拿掉一些 对 切成两公分的长度 这个紫苏 我刚才说了 它是属于中国药材的一种 但是也是属于这个解毒去腥的一种材料 那么在青草店里有卖的 是是青草店买的 然后这是蘑菇 蘑菇 蘑菇也是 也就是洋菇 那么今天林师傅用的这个是新鲜的 然后呢又开水烫过 穿过煮过 现在把它切成片 是 用罐头的也可以 用这个大的这个鲍鱼菇也可以 用炒菇也可以 是是 这个麻菇是比较嫩一点 比较嫩 吃起来比较滑滑的 脆脆的很好吃 好 现在呢 我们要炒半共 好 要把这个切好的这四样东西呢 在锅里头呢炒一下 加蚝油 好 放蚝油 好 来 蚝油要这个开一下 谢谢 这个是油 是 这个刚才切的这个四样东西呢 用少许的油呢 把它炒一炒 炒一炒 然后呢用一点蚝油呢 把它调味就好了 是好 我们现在先炒洋葱 先把洋葱炒一下 好 再加入这三样 好 好 我们要淋上 我们放上 调上味精 再加蚝油 好 再加蚝油 蚝油要加多少 蚝油加个半 半汤匙 半汤匙 好 这个蚝油加半汤匙就够了 好的 然后就给它炒好了呢 就给它先盛出来 那么喜欢吃辣的这个里面呢 也可以放一点这个 这个辣多半酱 给它这个做个这个辣的味道的也可以 好 那么这个呢就是馅儿 也就是说卷在那个牛肉卷里头的馅 是 好 好 我们现在来捡这个牛肉卷 是 最后是等它冷了以后才来 冷了以后再捡比较好 再捡比较好 是 这个牛肉卷呢 听说是现在这个 做这个中餐西吃的方式的餐馆 利用了很多 还要沾上一些干粉 还要沾上一些干粉 好 那么这个呢是炸的是吧 等一下是用油炸 是 不要包的太多 包的太多呢 剪的时候呢容易露出来 是 所以呢不要给它这个弄得太多 那么 那么 锅里头呢烧油 把这个卷好的这个牛肉卷 沾上粉以后呢 就放到油里头呢 来炸 好 现在油快热了 我想就可以开始炸了 这个油的温度要多热 那个六成热就可以了 六成热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里边的馅儿都是熟的炸熟了的了 所以呢只要是外边的牛肉熟了就好了 是 那么牛肉呢是很容易熟的一种肉类 而且呢即便是不熟也没有关系 带一点生也可以吃 而且你对身体没有害处 那么这个油的温度呢如果是太强了 会使得牛肉变老 所以呢这个油的温度六七分热就可以下锅了 你也可以用平底锅来这个半煎半炸也可以 今天我这里是半锅的这个炸的油 现在六七分热差不多 差不多 好 好 现在下下去 好 另外呢这个牛肉卷炸好了 吃的时候上面还要有一种这个 sauce sauce 等一下你们再把这个sauce再讲一下好了 是 好 差不多炸两分钟左右 炸到它那个熟了就好了 对 吃着麻了就做好用的成品 好 好 好 先用冰一下 好 那个现在这边呢就请你给那个倒在一起好了 好 好 这个肉卷好了 那么这边呢我想在这里炒那个汁好不好 那个上面的胶头啊 那个汁 是 在那里 好 没关系 好 这个炸好的肉卷呢通常一个人这个两卷啊 一个人两卷 那么 还要摆上这个青菜 哦 好 好 还要摆上青菜 好的 现在要先炒过 哦 现在要先炒过 好 那边的锅子先炒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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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让这个旁边有一点这个颜色 所以呢用这个细的小的感染色 好 好 我想这样子用筷子加两只过来吧 好 好 每一盘加两只 这个牛肉的颜色呢熟了的时候是咖啡颜色的 所以呢一定要放一点这个绿的东西 那么今天用的是细的这个橄榄菜 除了这个橄榄菜之外呢 当然这个小菜心呢什么的也是可以 或者是豆苗 只要是颜色很绿很漂亮的菜呢都可以 旁边再摆上纸 旁边再摆上纸酥 是 这个纸酥的叶子我想可能大家没有看见过 它这个 这是上面最嫩的地方 它是纸颜色的 尤其是这个背面 这个纸色呢比较新鲜 比较这个纸的带一点红红的 给它翻过来 所以你这个摆叠的时候呢 可以把这个叶子呢给它反过来 反过来放在里面 是 那么刚才呢我们这个炒的里面呢 已经就加了一点这个紫苏在里面 所以这个有这个紫苏的香味 好 林师傅谢谢你 还有这个汁没有淋上去 对还有汁 好 这个汁里面呢都是包括了一些什么佐料 请你讲一下 是 这个汁里面要加上那个芹菜香菜 洋葱炒香以后加入这个牛肉的高汤 牛肉的高汤 牛肉的高汤 然后呢加入这个番茄酱蚝油 番茄酱蚝油 对还有鲜味露 因为这个是牛肉卷 所以用的高汤呢是牛肉高汤 是 好了 那么这个汁呢最后要锅个芡 让它有一点黏性 是 那么最后呢就淋在这个牛肉卷上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呢是属于这个个人份的 如果是说你这个十个人一份做一个大盘的话 也可以 做大盘的时候呢就是把所有的炸好的牛肉卷 都放在一个大盘里 然后呢就把这个青菜呢围在旁边 现在很多菜呢都是喜欢这种少量 一个人份一个人份的火关掉 好 好那么就淋一点就好了 淋一点在这上面 这个我们现在叫它是中餐西吃 中菜西吃 好 另外的 另外的这一盘 把这个汁呢也就是说这个sauce 这个 好 这就是一个人份一个人份的这个 紫苏的牛肉卷 所以今天的时间很匆忙 林师傅呢给介绍了这种 比较现代感的这个中国菜 紫苏牛肉卷 谢谢林师傅 谢谢 谢谢 好 现在呢我要给各位介绍的是北方的一种做法 锅他的牛里鸡 牛里鸡 不过牛里鸡呢有的时候在市场里不是很容易买得到 只要是没有筋的嫩的部分的牛肉呢 你都可以拿来用 还有呢 还有呢现在超级市场一片一片一片的牛排 给你已经切好了装在盒里的 那种牛肉也可以拿来做的 那么今天呢我倒是刚好买到了一块这个牛的里鸡肉 那么里鸡肉呢它里面有一点这个油的纹路 旁边呢也有有筋还有油 筋呢最好是拿掉 免得下锅的时候呢容易缩 这个厚度呢是一公分 切一公分的厚度 好切一公分的厚度之后呢 你就把这个肉给它这个拍一下 拍一下 或者用刀子给它这个上面的轻轻的划刀口 这边划过来反的面 再相反的再划一个刀口 这样子呢这个肉呢可以拉的比较大一点 可以拉开来 就这样子拍拍 然后给它轻轻的切上这个刀口 好了 那么这个呢就给它放在这个碗里面 加一点这个姜末 加一点这个葱花 还有这个是葱 好 再加一点这个调了水的这个太白粉 湿太白粉 就把这个牛肉呢腌一会儿 腌一会儿 好 另外呢你要准备的有这个蛋黄 两个蛋黄等一下要粘在上面 因为这个锅他的东西啊 不管吃什么 以前我做过锅他豆腐 也做过锅他这个鱼片 啊 那么这种锅他的东西呢 都是要这个粘的蛋黄下锅去煎的 好了 另外呢就是 关于这个 煎的时候的这个 锅子 最好呢是用平底锅啊 用平底锅下锅来煎 他的这个火力比较均匀 那么腌过了二十分钟以后呢 你这个牛肉呢就可以拿来这个 蘸 先蘸面粉 先蘸面粉 再蘸上蛋黄 然后呢就在锅里头去煎 那么煎呢只是把两面煎黄就好 因为等一下呢还要给它烧过 好锅里头的油呢不要太多 先蘸上这个干的面粉 这里呢是蛋黄 把这个蛋黄呢蘸上一层 把这个葱姜拍掉 先蘸面粉 再蘸一下蛋黄 好这样子下锅以后呢 两面都要煎黄 好了 那么煎好了之后呢 这个多余的油呢就要把它倒出来 一开始呢油就不要多啊 这个 然后够煎 等到煎黄了就把这个多余的油递出来 然后呢这个里面呢就要放汤 下汤 这个高汤最好是这个牛肉的汤 没有的话呢你用水也可以 差不多要放饭碗一碗的汤 好 好了这里呢有酱油 要放酱油 这里是酒 好然后呢就大火呢把它烧一下 这个不是吃牛排 所以不是这么大块的上桌 等到把它烧一下呢 等到里面熟了 你就拿起来呢要给它改刀 要把它切一下 用一个干净的板子把它切一下 因为这个不再下锅了 也就是烧好了之后 要切的 好 好 这里呢还有糖 少许的糖 刚才这盐没有放 那么北方人吃这个肉 都是吃的相当的熟 不会说这个半生不熟的 所以这个锅它的这个东西呢 也是给它烧的够火厚 也就烧得很透了才拿起来 好 好了 那么这个烧透了以后呢 这个拿起来切 把它切成这个条 这个肉要买得好 买得嫩没有筋的 所以多烧一会儿也不会老 所以这一点呢要注意 好 那么就这样子长的 另外呢还有香菜啊 香菜这个杀在上头 葱花香菜 这个是北方菜里头呢 锅它的东西 起锅的时候一定要放的 好 就给它放在盘子上 然后就把这个香菜切好 切的碎碎的香菜末 好了 这个锅里的汁呢 要给它淋一点太白粉 给它勾芡 你这个时候呢可以尝一尝这个味道 够不够咸 够不够这个甜的啊 好 那么 这个调了水的太白粉 慢慢的淋下去 最后呢还要淋一点麻油 好这里呢是 少许的酱油啊 因为颜色不够好 所以给它少微淋一点酱油 这里是起锅的时候 可以淋一点麻油 好了 就把这个汁呢 就给它淋在这个上面 这个锅它的东西呢 是里面很嫩 外边呢很入味 很透 然后呢这里呢就是 刚才说的这个是 切的这个香菜 那么这样子就好了 这就是北方的一个锅它的 牛肉的做法 那么用的呢是最好的牛鲤鸡 所以呢叫锅它牛鲤鸡 其实鲤鸡呢也就是我们现在一般人说 说的非鲤鲤鸡 那么这个 所有的动物它最嫩的部分呢就是鲤鸡肉 那么本省叫这个猪的这个鲤鸡肉呢叫 油奶爸 那么鸡的这个叫鸡鲤鸟肉 都是它最嫩在最里面的这个部分的 可以说没有怎么样活动 所以呢那个部分的肉呢 不是鸡肉不是鸡肉 软的有的时候嫩的像豆腐一样的 实在是很嫩 所以北方馆真的有炸这个炸礼机 那么今天用的这个是牛的礼机 这个牛排如果是现在切好了的 他们有的叫沙龙啦 有的叫这个这个菲利啦什么的 都是属于这种礼机嫩的部分 就是买的时候呢要注意 就是要筋不能有筋 因为筋就是吃了感觉老的部分了 所以呢不要带筋的牛肉 然后这个肉本身里面有一些花花的脂肪 那是没有关系 而且那个那种肉吃起来会很香 而且呢也是会很嫩的 所以像这个日本的这个生乎牛肉 他们的肉里头呢 瘦肉里头都有这个脂肪的花纹 那么卖的价钱也很高 吃起来很香很好吃 做这个锅他牛里机的时候呢 牛肉要买得很好 很嫩的才会烧出来不会老的 好了今天这个给您介绍的两道 用牛肉做的菜 不晓得你是否喜欢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态炫耸 industry wol姜 那个 我 炙 炙 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